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主要说就是臣服 虽然在同居图里面没臣服 方便图里头也没臣服 肯定一身臣服 他无量受货 寿命长 肯定成就 而且果然是善根福德因缘深厚 到西方极乐世界也不改变法门 也不想修别的 就这一句名号列到底 他成佛口快了 什么原因 他得念佛三昧 佛在大臣教里面讲的很多 念佛三昧 三昧中王 注意有没有记得住这一句话 三昧是禅定 念佛三昧是三昧中王 无比殊胜 无比殊胜 那三昧之王 他开的智慧 肯定是 究竟圆满 反正 不如智慧 智慧 一开 摄佛三昧 一切诸佛所摄 无量 无边的法门 不就全通达了吗 诸佛如来的道理神通 万得万能 不就同时居足了吗 这是真正成佛的捷径 这个法门到哪里去找啊 都不如智慧